我前两个礼拜啊 在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个广播里面 正开来开来哥就在讲一段话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妙 他说呢最近有一张专辑叫做不完美 那为什么叫不完美呢 因为唱这首歌的人 他名字的关系就把这个专辑打了折扣 因为这个人叫李久泽 然后打了久泽之后满分就变成 不是满分了所以就变不完美 开来哥对不起我借用了你的梗 但是呢我真的很想讲给大家听 就是没有听到广播的人 我还是很想要告诉大家 一起来欢迎不完美的李久泽 嗨 欢迎你 哈啰 你有听过正开来开来哥讲这一段吗 有 蛮好笑的 对啊今天我这个送给你 谢谢 我的新专辑不完美 不完美这张专辑 不过没有老想就是好玩 好玩 但是很完美很完美 你比较完美 不完美这张专辑啊 其实很特别的地方是自己做了一半的制作 对对对 很累耶 很累 很辛苦压力也很大 可是做完了之后有很有那个成就感啊 对好像真的生了我自己的五个孩子一样 生了五个孩子 这张专辑其实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疑问哦 就是你以前在做专辑的时候啊 都要求说整个风格要很一致很统一 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好像就有各种不同层面的一个音乐属性都有呈现出来 对其实我这张专辑里请了很多好朋友一起合作一起做音乐 比如说啊房大通啊我的好朋友 FOR的阿琴 还是五个群 然后他们每个他们每个风格不一样 然后我其实我也是他们的歌名 希望很喜欢他们的音乐 所以啊我就请他们写比较他们的风格比较他们的风格比较他们的风格的音乐给我们唱了 然后其实我很开心因为他们真的写了很多很棒的歌曲 然后当然在专辑里面也有我最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李九舍的R&B风格在里面 我跟我的好朋友就一唱一集合作 这张专辑叫不完美的原因其实不是说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 应该是说你觉得自己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对家人或是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亏欠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对不是不完美的意思是不兜点完美 不兜点完美 其实对我来台湾工作的时候就还是需要离开我的妈妈爸爸弟弟啊 然后虽然我很开心可以做音乐做音乐给所有的人听 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完美一个不完美也是就是很少看到我的家人 其实我觉得啊我今天在录影之前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要不要放慢速度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我平常讲话速度还蛮快的 然后我就会想说我要跟一个外国人讲话 其实你的讲话超级快 真的吗 可以满一点吗 所以你现在有就是要需要集中精神的感觉吗 对我需要一直很注意一直注意听你在讲 骗人 一直需要看你的水巴在东西 因为我我就想说不会啊我今天讲话很快 可是他都还蛮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障碍 完美嘛 完美 完美 很可爱 就是在做这个除了刚刚提到有很多的好朋友 方大同无客群阿沁都来跨刀之外 也跟大陆那边很受欢迎的一位女艺人 李彬彬合唱对不对 李彬彬是 他跟他合作感觉如何 很开心 其实我们一起合作是为了我们有一首歌在不完美专辑叫预感 然后这首歌是也是那个功夫之王的中文片尾曲 对对所以跟他一起合作很愉快很快乐 我飞到北京然后一起录音 其实整张专辑的里面的歌啊 都还当蛮多东西的片尾曲片头曲 比如说苍天就是那个online game的主题曲 然后也有韩剧的主题曲 也有电影的主题曲 是因为你本身是韩国人 所以都拿去当韩剧主题曲吗 也不知道 就是跟我的工作人员安排的 对所以他们很厉害 谢谢你们 对工作人员 这首歌我很喜欢是因为 就是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都是讲爱情 爱啊对 然后情情爱爱之类的 可是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讲爱地球 对我们需要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啊 因为我们的地球不完美嘛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一次努力一起加油啊 就环保啊 就让这个世界更好 那另外像苍天的话 这个歌曲的曲风其实也是因为很适合 就是很有那种 庞陀你听得懂吗 庞陀是什么 庞陀要怎么解释啊 就是浩大 浩大 浩大是什么 就是 气势 气势是什么 气势非凡 就很有气势的感觉 气势你到底要不了解 我好像了解 好像了解 我猜 就是很有气势 所以它是描述山国英雄故事 你才拿去被那个当作电玩的主题 对 没错 我看这个 《长天》网上游戏的那个画面嘛 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们给我看他们的游戏 然后就是那个游戏是 以前那个山国历史的故事 所以我们为了 为了做这首歌 比较中国风的一首歌《长天》 我的公司人员就 其实给我一点点那个山国历史的东西 但是我还不了解 你之前不知道三国是什么 对 一直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一点点 那三国是哪三国 你告诉我可不可以教我 你记不记得 你先教我嘛 有一国是魏国 魏国 还有呢 吴国 蜀国 就是魏国 蜀国 哪三国 魏国 蜀国 蜀国 打混蒙骗过去勒 等一下没有那个《长天》这首 怎样都不播MV好不好 因为主唱人不知道三国故事 我一过去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 就是坐在旁边这样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都有一种 就是很想要跟你讲说 你是不是想睡觉的感觉 我没有 因为就会觉得说 好像一直在想睡觉 没有 眼睛不张开 没有 是我的眼睛原来很小 你可能以为是我想睡觉 没有 我的眼睛原来很小 这是在造型上面的改变呢 这次留胡子是 胡子因为我鱼肉也老了 对啊 没有 就是 我鱼肉也胖了 所以就改掉有一些肥肉 就给我一个自然的影子嘛 对 黑影子 我觉得你的胡子修得很好 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角度 超 超直角的 真的吗 对 哎呦 谢谢 我 我一直看镜子 然后我一直刮的时候 哎呦 我怕一直刮错了 因为你知道男生很在意的事情 就是病角这件事 病角是什么 病角就是男生旁边留的这一条 叫病角 病角 英文叫Cyber Cyber Cyber 对 对 就是病角 然后台湾的男生 我不知道国外 台湾男生很在意这一条 对 就是如果他们这一条 没有或是不见的话 会生气 生气 需要留长吗 就是 就会觉得有的人很赞 所以飞哥 哦 飞哥很赞 飞哥有很多 对 好 这个刚刚提到 在专辑当中啊 有非常多很不一样风格的 新的尝试 然后也有好朋友跨道 那今天呢 李久德在现场 要先为我们唱的 还是比较符合你原本风格的情歌 对不对 别说这首歌 别说 我们先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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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